艾本记者、パター アス gosp merci 姐妹早晨 好开心 祖泞认识我们很久 看见把天窗拉回大 我觉得今早,整个renched宣誓日很有爱 在刚刚我们的敬拜右马饼, 圣灵突然 значитâts 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觉得神� stär也鼓励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次看看你 gordungen 西藩亚书第三章十七节里面 一句圣经是这样的 我先自己读出来 麻烦可以再帮我们 看一下可以打出来 三章十七节西藩亚书 那里讲我觉得 神在我们敬拜里面当中 决立我们 他说我们的神是 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我们中间 必因你而欢恩喜乐 莫言爱你且 因你喜乐而欢呼 Amen 有的不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一二三 耶和说你的神是施行拯救 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恩喜乐 莫言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下半节我常常觉得 这个好像我们的爸爸的心肠 他很喜欢见到我们 你看一下下半节 你代入你自己乐 他就因我们而欢呼喜乐 并且是莫言爱你 你不如想象一下 就好像天父眼睛睛 陷情默默的那种爱着你 看着你 你睡着觉的时候会来磕磕磕你 其实这个就是我常常在女儿睡着觉的时候 我就这样做了 并且是什么呢 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Amen Amen 我们再一次祈祷 我们再一次祈祷 哈利利亚天父 我们多谢你 我们也和你心房的第一姐妹说 好吗? 神很爱你 哈利利亚 这种的默然爱你 我们 你回去再体会再认真一点 哈利利亚 好想和大家继续在旧约这个以斯拉记当中 来看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重建 一个祝福 上次和大家一起去看 在旧约里面这卷书卷 以斯拉就是一个旧约的书卷 讲到神的子民 他们怎样从一个外邦秘鲁之地 就被带回来了 当中很奇妙的就说 阿神去激动 那个都不信主的一个赛鲁士王的心 就说 好 GoGoGo 现在你们回去耶路撒冷 回去就进行重建 当中你看见就说 神那种的主权 很奇妙 连一个不可一世的 其实当时来讲 就是最伟大的王来了 但是哪怕他不信主 神祝说 你现在要在我的大领下 去做我想你做的事 就是说让那帮百姓 可以回去重建 更加给他们各样的帮助 那些的祝福 让他们要去重建 不论是重建圣殿 到他们的家居 所需用的一切 都有供应 都充足 让我们开见到 黑神是一个很私恩 很奇妙的主 来到今天 我想我们再看下去 他们回去耶路撒冷的焦点 好 我们一起说 我们想去重建家序小组 一起要去做一些传呼音的工作 一起可能搞个幸福小组之类那些 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呢 祈祷 Angela说祈祷 祈祷做什么呢 假如说你很想去做传呼音了 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传呼音的教会 Ellen说找人 你会做什么呢 今天从这帮百姓身上 用他们一个例子很特别 我又想看下 神继续在我们 现在还是一年之初 是吧 我们的生命 可能你都有些事想做的 我不知道你年初有没有纳志 还是过一个月底下 现在我什么都不见了 是吧 目标通常熬不到三个星期 有点笑声 但不要灰心 神在新的一年里面 也有跟你说话的 我相信也有激励你 有些事想做 可能你很想去带别人的信主 在这一切之先 我们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呢 好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来领受 甚至鼓励王 我们一起来看 有两段圣经的 先去看以斯拉记这段圣经 虽然长一点 我想我们头三版 一起来读出 好吗 下期后这部分我们来读 我们一起看这里 一二三 到了七月 分散在各城的以色列人 都万众一心地聚集在耶路撒冷 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阿 和他作祭司的弟兄 撒拉帖的儿子所罗巴伯 和他的弟兄 都一起动手建造以色列上帝的坛 他们照着主的仆人 在摩西 在律法书上所吩咐的 在坛上献祭 以色列人就在原来的基石上重建 以色列上帝的祭坛 因为他们恐怕 下轮廓的人攻击他们 所以一做好了就立刻使用 早晚献祭给上帝 他们照着律法上书所规定的 遵守住牌节 每天也照规例和次数献上繁祭 从此以后 他们就像以前一样 经常在安息日献上特别的繁祭 又遵守月朔和一切其他的节日 甘心乐意地献上祭物 从七月出日那一天开始 那时候圣殿的根基还没有电纳好 祭司已经开始向上帝献凡祭 好 这里我来读出 其后请再下一张 以色列人重返耶路撒冷的第二年二月 就在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 和耶稣和其他作祭司的弟兄 利美人的领导之下 所有被老归回耶路撒冷的人 就开始兴建动工兴建圣殿 他们建筑的工人安好了圣殿的根基的时候 祭司穿起礼服吹向后角 阿萨的子孙利美人又敲拔 大家就照着以色列主大位的规矩 同声歌唱重赞主说 祂是良善的 祂向以色列人大师慈爱 祂的慈爱是永远长传的 所有的人也高声欢呼赞美主 因为圣殿的根基已经立好了 还有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都想我们一起读出 一 二 三 凡祭司天天站着是封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永不能随随 这万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自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规欠已经耍去 身体用清水洗剩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自遥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 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在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Amen 好 多谢大家 好用心一起读出两段的圣经 回到第一段 以斯拉记当中的经文 读完一轮了 不知道你能否明白 就说 他们现在要去重建圣坛 是吗? 圣殿 但是在他们重建圣殿之先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要去献祭 在哪里献呢? 要在祭坛上面 原来一开始我们看到 他们以什么为先呢? 你记住 他们想做的 最终极的是要献 重建圣殿 但是就在他们做 重建圣殿之先 我们看见他们重建的祭坛 以至能够在当中 可以去献祭 我们都明白 对于当时这些犹太人来说 祭坛很重要 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面 透过祭坛 他们才可以来到神面前 来到去献祭 也来到领寿神的祝福 领寿神的赦罪等等 所以一开始你看见 献祭 祭坛 凡祭等等这些字 不停不停地出现 就是说他们在回归 那个故土之后 首先第一件事 还说什么呢? 是要万众一心的 和合本我们一会看 是说如同一人一样 首先做的事情 是重建祭坛 我们在小时候好吗? 重建祭坛 以至他们可以恢复 就是说很多年来 因着过去秘老 去到外邦 四十几五十年的时间 没有了敬拜的生活 能够去恢复过来 然后搞定了这一件事 然后才去做 那个重建圣殿的事情 来到这里 我想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他们要去起坛 就是起坛才来到去敬拜 来到献祭 我们今天需要不需要起坛? 需要不需要去祝坛? 你会想到不用的了 那些这么外在的功夫 但是为什么不需要? 你说不用麻烦了 当然不要麻烦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刚刚看了 希伯来说的经文 它里面跟我们说是什么呢? 哪怕其实祭司每年 屡次不停重复就是献 献都好 总不能随随 其实那个只是我们人的一个功夫 但是唯有什么呢? 耶稣 耶稣一次的赎罪制搞定了 是不是? 耶稣他一次这个的献祭 他就说成就了了 也都能够在神的右边 他坐下 他揭下他的功 并且就叫我们这一帮人 我们来到因他而成性的人 成为完全了 Amen 所以今天 这个完全不是说我们 完全无下无私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仍会有犯错 或者过错 但是在说我们已经蒙神阅立 所以这里 我们不是搞个坛出来 但是我们着重的是当中 那个属灵的意义 是当中的敬拜 不需要喜坛 但是我们需要不需要敬拜? 要 所以很重要的 原来我们首要是一个 敬拜的生命的复兴 那什么是敬拜? 你都会知道我们经常都说 敬拜不只是唱诗歌 敬拜也不只是我们说一个读经 灵修 祈祈祷 那些是 但又不只是传播 否则很危险 我们可能会将熟灵的事物 和平常的生活 好像已分了 其实两者合一 在罗马书 在罗马书 我们很熟悉的那支圣经 寶罗去劝灭我们 提醒我们的是什么? 他说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的事奉 其实也等同是敬拜 乃是理所 当然 这个事奉 我们知道 原文来说 是和敬拜同一个字 以至我们会明白 对 我们生活所做的每一件 我们的侍奉 不论可能 回来教会里面的侍奉也好 你服侍你的家 你在你的职场当中 重心来到工作 其实这一切都是敬拜 但不用这么复杂 也要看这支圣经 他说是什么? 他说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既是圣结 亦是什么? 是神所喜悦 原来我们是为 为着想讨神的喜悦 所做的每一件事 其实就是敬拜 即是说 我们很想做些事情 叫爸爸的心高兴 其实就是敬拜 我们很想叫爸爸 阅纳我们的生命 好像一开始 西班牙书的经文 我觉得回想回去 也有些连结 叫神会看见我们 就喜乐欢呼 祂会因我们 而眉眉嘴笑 其实这一切就是敬拜 Amen 所以 祷神喜悦 跟你旁边说好吗? 你要成为神所喜悦的 即是你想想你所做的 即是所想的也好 所讲的 到或者你所看的 咦 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 其实这个就是敬拜 而作为一个爸爸 即是 我们今天当中很多父母 很多可能是祖父母 什么叫你 即是见到你的儿女 子孙 你就会开心的呢? 莫过于 你见到他们 什么? 听听话话 即是乖乖的 不要做什么错事 各样东西 同样神很简单 即是我们的爸爸 月纳我们 就是做一个听话的孩子 即是 我们回到这里 在以色拉记里面 他们要来献祭 代表他们的敬拜 其实在旧约里面的献祭 就是他们作为 信服神的表现 就是他们作为 听神的说话 跟从 神给了一些准则 然后这样这样 来去敬拜他 一个的回应 最刚刚 其实如果仔细看 经文 他们很听话 他们就说 要在圣殿的原子 来兴建 又要照摩西的律法的要求 也都是照着大卫的规矩 你都可以做的 不可以乱来的 在在这一切 都在表达的是什么呢? 那种的听话 以至乎 旧约的另一节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就说什么呢? 听命就胜于献祭 听话 跟你自己说好吗? 我要听话 听神的话 当然是 他说原来 神体我们是否听话 更过于我们在摆什么上来 所以第一个 他们重建的是祭坛 以至他们可以恢复 和神的敬拜 比起 要立即动弓来兴建 圣殿更加优善 而刚刚讲的 譬如听话是一个态度 刚刚的经文里面很重要的 这帮百姓 他们献祭的态度 还在于 原来当中第五节 讲的他们是甘心乐意 是开心心的 你可以想象的是什么呢? 大家带着笑容的 来到献上礼物 即是这样说 我们今个星期 第一个星期 我们知道我们抹饼 第二个星期的主日 我们会做什么? 奉献 下个星期 你可不可以带着笑容 来奉献? 你说很欲赤 都对的 是很欲赤的 其实不单止是金钱奉献 我们为主所做 我们讲的所有事情 都是敬拜 是否甘心乐意 以至是否开开心心 这个甘心乐意 当我仔细去想的时候 又代入我们现在 讲的是什么百姓里面 我觉得很不简单 你想起当时那帮百姓 原本未回来孤独之前 还是一帮什么人? 还是一帮忘国奴 不久之前 还是一帮二等公民 根本是难民 只不过突然之间 神就 又激动了王的心 就说你去吧 你可不可以尝试 代入他们当中的时候 想起他们可能对神 会传什么的感觉 几十年前 我爸妈 甚至乎我祖父母那辈 被人难听说 老奴了去 去外地了 去作为外地里面一个 虽然不是街下囚 但总是过一种 寄人离下的生活里面 现在虽然回来了 其实很矛盾 一方面可能很感恩的 可以回来了 很感激神奇妙的作为 但同样可能都会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来 我们的生活的光景是这样的 以至在以西结书里面很有趣 以西结书 以西结先知都是 就是当时一帮秘老的子民 就是一个先知 他里面第十八章 有一句经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他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然后是什么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就倒酸了 父亲吃了葡萄 是儿子觉得酸 你明白吗 这个是说什么 这个就是当时原来 那帮下一代 他们发出向神一种 一种 一种 呼咸 他就说 父亲犯错 关我什么事 他吃了葡萄 为什么我说 你明白吗 就是他们那种的心声 就是 虽然我们现在能回来了 但是 为什么过去我们 经历了这么多 这么多的流亡 这么多的不幸 到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辛酸呢 这里 你看见他们要去做 甘心乐意的敬拜 是很不简单的 其实今天我们回来 想一下 你认真思考一下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 有没有试过 生气 有没有试过 觉得 好像很不公平 不要举手回应 你心里面自己想 你说没有的 神这么好 我怎么会这样对神的 试想一下 不少人可能就是 我的出生 我觉得 为什么我不是 哪个哪个儿子 我在哪个哪个家里面成长 就好了 更多可能是我们面对 我们人生的祭遇 为什么我要生病 旁边的梦神医治我 我没有的 到我现在面对着 这么多经济上的结局 那种的困境 可能被人骗过 被人伤害过 我的枕边人离开了 或者我所爱的离开 各样东西 其实都不外乎 我们有些想要的东西 我们有些想要的东西 得不到 或者我们有些期望 不符合 我们受欺压 来质疑神 连神人 以利亚都曾经 一度 太过热心去服侍了 burn out 落口一种 埋怨抑鬱 甚至乎求死 所以今天 可能我们 要去甘心乐意地 献上之先 可能要处理一下 我们自己里面 有时觉得 神啊 你的隐藏 你的沉默 到我的祷告 你不介入谁听 这份心肠 所以当中 我想和大家看 诗篇73篇 看几节 整篇很有人性 其实里面那种的挣扎 我不知道有时候 可能都会再代表 你里面的心声 诗人他说 我眼见那些恶人 和那些狂傲人 他们飞煌腾达 他们活得好过我 他就说 他们常享安逸 财宝又加增 各个法国猪头 为什么我 他就说 我心怀不平 以至乎他说 上帝的子民 会不会因此随头丧气 走来去问神 其实神啊 你知不知的呢 全能者 你明不明 你不了解呢 唉 我实在 徒然 什么是徒然 觉得 做来都浪费了 他就说 我徒然 结症我的心了 我又何必 保持自己的圣结 不如我和他们一起 同流合污就好了 不如 很多的不如 你可以想象 诗人里面的挣扎 就是 很多 很多的比较 你把各样的东西 代入他都可以的 总之就是他 好像有些不满 但最终 他怎样 可以走出这个困局 很重要 最后的两句话 就是 我去做什么 进了神的圣所 去进入神的圣所 做什么 敬拜 去进入神的圣所 做什么 主啊 我向你倾心吐意 我们里面很真实 很多情绪 其实跟神说 是ok的 你小心 你不要太难听 神是神 我们是人 你不可以去骂他 但是你里面的 不满也好 到怀疑的感受等等 带回来神面前去沉明 其实是ok的 以至乎 他说 尽了神的圣所 来思想那些 恶人的结局 他才明白 神其实 他们最终都是沉淪的 唯有跟从神 才是那种真正的祝福之道 他里面也祈求 未看下去 还有很多 你可以回去看 他里面也向神祈求 就是什么 让我继续有勇气 让我有力量 可以走下去 哪怕那些人 继续的 但是我里面 心要先被改变 更加重要的是什么 他又咬紧 神的爱 有从无改变 好像当时 如果我们回去 请再继续下一章 那帮以色列人 那种甘心乐意的呈现 他们在敬拜当中 他们宣认神是一个 怎样的神 说那句话是什么 我们一起再读 好不好 一二三 他是良善的 他向以色列人 大思恩惠 他的慈爱是 永远长存的 我们代一代 以色列人 先代我下去 好不好 一二三 他是良善的 他向我大思恩惠 他的慈爱是 永远长存的 这个 唯有当我们咬实学 就是说 其实 想起来 神有没有欺欠我们呢 只有我们 欺负神 耶稣值不值得 原本需要不需要 为我们死 不需要 其实他已经做了最 最欺负 亦都是 原本不需要做的 那份 他已经做了 以至乎 但是我们有时 感受归感受 会不会有时 我们真的都有一些 我们去怀疑 甚至不满 去生气神的地方 我们先处理好 以至我们能够 甘心乐意的 来到来献祭吧 我想我们 必须小时间 我们安静一下 我相信神今天 要来帮助我们的 帮助我们 重修第一步 神人的关系 我们可能很多人 仍然落在一种 孤儿的灵的里面 觉得神你丢弃我 或者好像 神你不看顾我 我们求神先来帮助我们 医治我们的心 好吗 不如请施琴 请你 我们一起在土共 我们欢迎圣灵 主你帮助我们 好像刚刚我们 读出这个圣经 我们要认定 神你是良善的 神你向我们 每一个人 你大师恩惠 因为你的慈爱 永远长存 主你过去 你明白 我们很多人 可能面对 我们有各样的 起起跌跌 主你明白 我们很多人 在家庭里面 在家人的关系当中 受过伤害 有被欺骗过的 有被欺骗过的 有被出卖过的 有被背叛过的 有被 我们曾经很多的祈祷 你能够立即看见 一个事情改变 我们里面有很多 多吉利古鲁 神今天你说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主要我们 进入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特别 期待 你的医治 你给我们更新 你给我们更新 等于每章你 心里面 可能你对神 有着 那些的怀疑也好 那些的不满 到里面 你缺乏了对神的信心 没有了那份安全感 你跟爸爸说 我交给你 爸爸我的心在这里 我邀请你做一次 是我们很想来到 欢喜快乐 甘心乐意 来到呈现生命 来到你 侍奉你 敬拜你 但我们不要再被 这些东西 击权 不要再被这些东西 拦住 奉耶稣的名字 主你将我们的心意 再一次奪回过来 主要将一切的 那些的怀疑 要在仇敌当中 拆毁我们 对你的信任 仇敌 欺骗我们说 神是出恶意对我们 让这些的欺数 让这些的欺骗 控数离开 是一样 是我们心中的那些 的糾结 主要你吸我们 来到去解开 爸爸我们 承认你是良善的 承认你是大师 因为慈爱的 也都是主要你的慈爱 永保断绝 我们多谢你 再一次我们邀请你主 进入我们每个顶节目的心中 顶节目我鼓励你 是你邀请神进入 是你刚刚你想到那些的处境 不论是你面对那些的疾病 是人的关系 是你的困阀的里面 你的恐惧当中 你说主我邀请你 你与我同在 哈利利用 我们一起 我们在位 小小的我们灵里的祈祷 圣令我欢迎你 圣令你把神经爱 是有更多要修观下来 主要以致恢复我们 对你的传言那种跟随 因为我们很单纯的 我们相信爸爸 你是似平安的意念 不是似灾祸的意念 我们很单纯的相信 只会是那恶者来做 是有拆位偷舌的工作 但你神啊 你是似我们真正的生命 并且是似我们 封城的生命 更加我们相信 主要你说你与我们的同在 你看顾保守我们 是直到永远的 主要多谢你 赞美你 赞美你 中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主要你同样围绕你的百姓 主要你因为慈爱伴随着 是追随着我们到底 主要多谢你 主要我们欢喜快乐 我们再次深信 主要圣灵你今天 你来福祉我们 帮助我们 你去除我们心中的苦劫 主要你应许 你用喜乐游代替忧伤 主要我们相信 主要我们在你里面 去领受自由释放 以至我们的心 是不再恐惧 我们的心 也不再忧虑 也不再 就是那种仇虑 我们多谢你住 赞美你 多谢耶稣 谁听月纳 我们一起祷告 福祉我们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哈利利亚 我们给一个掌声 我们去主先 好吗 哈利利亚 麻烦可以继续 第一 重建我们 和神的关系 我们稍后 还有时间 再一起祷告 第一 在做任何的事 也都这么说 我们继续 在一年之始 恢复我们 生命的敬拜 恢复和神的关系 记住 就是让神的爱 更多充满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 我们 不需要再去 那么多的 犹疑 恐惧 不满 所以第一方面 我们和神和好过来 刚刚呢 经文里面 也都给我们 第二方面 一个很好的提醒 是什么呢 当时那帮 的以色列人 他们 同心合意 重建了祭坛 可以敬拜之后 他们一起 就在 同心合意的 来到去 进行圣见的重变 当中呢 就是几个词 正如刚刚呢 明哥都鼓励我们 同心合意 学 他说呢 万众一心的 和合本呢 是如同一人的 我们都很明白 合一 同心 各样东西 很重要的了 跟你旁边说好吗 我愿意跟你同心的 做什么都好 不论他们当时 他们说要去 重建圣殿 重建 人民百姓的生活都好 很重要的 你可以想象 他们当时 应该是怎样呢 在领袖的 大领底下 就是一呼百应的 大家就叫做 八折个案 国籍 我们明白了 大家 摄好那个位置 做好那个功夫 来重建这个圣殿 以致当中 我们亦都可以想象 他们的关系 是连结起来的 而在这里呢 我想 由这里延伸一点 我们一起再去思考的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说 要同心合一 不论在教会里面 你回去到家 到公司 你都很明白的了 要有一些什么 就是共同目标 共同去要完成的事情 就带领我们能够同心合一 这个人很对 而同时间 我想 讲多一点是什么呢 他们这种的关系 就是在 Crossover 刚刚讲的 他们重修 这个祭坛 来去 献祭敬拜 关系与献祭 有没有让你想起 耶稣哪一句的话呢 关系 献祭 在马特福音 第五章里面 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你在祭坛上面 献礼物的时候 若然想起就是 弟兄向你怀怒 就去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和弟兄和好 然后才来献礼物 关系与献祭 刚刚我们说 我们都期盼 我们人神关系 好 搞定好先 人与人 第二方面 他们做的是什么呢 人与人之间 要相通 这次圣经 你明白他说什么的 不过实践起来 是有点难度 有没有试过应用 我有 挺噁心的 你会想象到 有次敬拜里面 我想起 不是挺拖的 那个人 好了 谈好了 先来敬拜 挺噁心的 不过尝试去应用圣经 就是什么呢 其实他当中说 我们来神面前 献礼物 其实那个导致 特别是说感恩制 如果我们很想向神表达爱了 他表达感恩 但心里面 其实很多人的关系 还结一些咕噁心的 你怎样献得下呢 所以其实这里很简单 他先说是 先和好后献祭 可不可以跟一切讲呢 先和好后献祭 所以 他们这个能够 万众一心如同一人 很难得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想一下 有没有那些人 你要和他和好过来的呢 不单止教会里面 可能是他得罪过你 有些地方 他踏伸你的尾 其实反过来 可能是你冒犯 他都会的 会不会有时 一个言语态度 就伤害了对方呢 或者很简单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想一起做些事情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会容易论断的 甚至尽到一种批评 就不信任攻击对方 有哪些的关系 我们要来到去修补 以至乎 我们再去做后面的事情 才是如如得水的 天父看众合一关系的 刚才在白来书里面 那支圣经跟我们说 耶稣 为我们献上 那个负罪制 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生又活的路 你当中看看 他是为谁而做 他是为我们 打开这条路 叫我们是 我们的规限被洒去 可以传着诚心 和信心来到神面前 鼓励我们是什么呢 一起 我们来坚守 承认的指望 不致遥动 能够彼此 相顾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也都要彼此的勸勉 耶稣所做 不是只是为我们单独 某一个人做 而是为了我们整体去做 所以耶稣的心意很简单 是叫我们能够有 合一相爱的关系 我想我们特别 要去留意 就是说 我们想去传福音 我们很感恩 我们教会能够在疫情当中 都做到一些事情 更加何况 如果现在福尚 我们岂不更加期待 神我们为你做更大的功 但在当中 我们都要留心 其实每一个同心的福事 都好像一起争战一样 不要被魔鬼留有地步 我们能够有力的 有关系的 你对他相通 所以最后 一句话很好 我们一起读吧 应该最后这半 麻烦你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一个着重敬拜和合一的群体 是一个有力承担异象的群体 敬拜 记住我们说 我们与神的关系 不是只是唱歌的敬拜 不是只是读经 而是说我们 很想成为神所喜悦 而有着与神的关系和好合一 我们说可能我们当中 将一些对神的结构 我们都放下了 接着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 那种同心连结 以至乎有着 同神与人 亦都美好的关系的里面 我们可以一起有力 承担神给我们的义仗 Amen 我们可以一起有 report 我们下期吓船怎么结构 我们下期吓船怎么订质 我们下期吓船 吓船怎么订费 好 那就让我们下期吓船 因为我们下期吓船怎么订质 我们下期吓船怎么订质 现在好像是要探船 我们下期吓船 伤质